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如果民主黨終極選舉真的掛掉了 我相信你們這些壞心眼的觀眾朋友 一定都跟我想的一樣 就可以再也不用看到裴洛西 拿著這個眾議院議長的棋子 到處招搖 不是招搖狀騙 到處招搖 到處去搞事 惹是生非對吧 是的我們來看 現在就預估說參議院 各位共和黨也會贏民主黨 那麼眾議院的席次就更別說了 覺得共和黨可以拿下控制權的 高達82% 簡單來說裴洛西奶奶就拜拜了 我現在都不管 共和黨的麥卡錫拉 或甚至共和黨的總統在2024年選上 會更激進還是如何 我不管 我這個很短視 我就只看眼前 你下來我就開心 你當部長 議長我就開心 我就覺得很爽 就這樣好不好 就這樣 來另外我們來看 轉型到這裡好了 我剛剛請我們的同仁有準備 另外一支影片 大家有看 有準備好了嗎 有 各位我跟你講 因為剛剛賓哥講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旁邊的畫面 就是在這個John的造紙場的上面 後來歐巴馬跟拜登一起上來 你真的會覺得歐巴馬是總統 然後拜登站在旁邊都不曉得像個沒事人一樣 歐巴馬說 待會來賓講我們可以再看一下旁邊的畫面 可是我要告訴你的事 就是在拜登總統上來之後 其實他的聲望一直不如歐巴馬 所以剛剛亮哥說如果歐巴馬出來選 搞不好 這個票還比拜登總統多 對他不能選 後來強制規定只能選兩任 所以不可能的事 那這裡我準備了一段影片 應該是今年四月的影片 當時是因為健保的一個活動 歐巴馬有出席 然後拜登是總統 可是在這個場合裡面 你完全不覺得拜登是總統 我只想到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對我們這個畫面沒有找好 我還看過那個從上往下拍的 真的就是一堆記者 然後官員圍著歐巴馬好開心 然後拜登一個人在角落這樣 就免領他 很衰 這個真的 美國好多評論 就是評論這個歐巴馬就跑出來 挑大樑 這個都對這個拜登 這個怎麼講 看衰 就說怎麼會 你已經當了兩年總統 到選舉的時候 還要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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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前老闆出來 幫你忙 這真的太罕見了 這太罕見了 這這種 應該你是主帥 怎麼會這樣呢 當然了 你有看到蔡依依現在雖然很衰 你有看到他一直拉陳水扁出來嗎 超奇怪的 對啊 不可能 民進黨也沒有去找陳水扁啊 對這個實在是 我覺得 可能也不是拜登自己意思 而是民主黨裡面 有一些要腳的意思 對 肯定是 因為這個對拜登來講 太難堪了 你都幹兩年總統了 最後人家說他要找前任出來幫忙 這個說實話你的英文 這就是 這是sign of weakness 就是一種虛弱的象徵 或者sign of failure 就是失敗的象徵 所以我覺得這個 現在這種奧巴馬出來 其實會有多少功效不曉得 可是呢 對民主黨 尤其拜登這個政府 形象是重創 那會出此下策 可能就是說 無牌可出了 就沒救了嘛 沒救了 就是出此下策 那說起來 歐巴馬事實上 也沒有那麼受歡迎啊 對啊 歐巴馬批評他的人很多 跟拜登比起來啦 對 可是就是 問題就是 他跟拜登一對比之下 巨星 剛才看巨星 巨星 我覺得也故意是 做給拜登看 讓拜登激勵他一下 或者刺激他一下 不過這個場面實在 蠻非常非常的尷尬 而且非常少見 我看美國的政壇上 很少出現 真的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這種事情 沒有看過這件事情 所以這也更證明了 現在整個選情 事實上對民主黨 非常不利的 那丟一個院 看起來已經是很篤定了 兩個院可能 機率超過50% 那反正很快就要投票了 我們也很快就知道了 那現在就是說 拜登事實上 我覺得他的這個 所謂他的這些 這一些 筆證 他們在美國都有一些筆證 就專門替他演講稿 專門替他回信的 很奇怪 美國很厲害 美國白宮這個筆證 裡面有非常年輕的人 各種年齡都有 然後呢 代表各種不同的思想 不過我覺得他們也講得非常的對 像這個 一些專良作家 你在這個時候 你一直提林肯時代的這種說法 這種說法 事實上也是一個不祥之兆 你知道林肯是打內戰的 很奇怪 而且林肯打完內戰以後 他被一個反對者把他刺殺了 刺殺的在這個 華盛頓一個劇場 到現在還在那邊 不斷地重演那齣戲 林肯怎麼被刺殺了 美國人歷史短 反正就這些事情 就是他記得 美國人認為有重要幾件事 所以這個時候你老是替林肯 你是覺得美國現在跟林肯內戰時候之前是一樣嗎 對 你覺得真的是一樣 你做一個總統的話 這是你的責任啊 你怎麼會讓這件事情 你會發展到這個地步呢 如果說你不會對 你不對共和黨的人 採取那種趕盡殺絕做法的話 美國會瀕臨內戰邊緣嗎 你是執政的啊 你是執政的 你怎麼會做這些事情呢 那所以我覺得今天如果說 拜登他心裡面有敢說 哎 我們今天美國啊 真的是走到了 我們19世紀啊 這個美國內戰的 那個前性的 前戲的光景 你有這個認知的話 你就應該設法避免啊 你就應該設法避免啊 因為你的反對黨是一定是反對你的啊 可是你作為一個執政黨 你作為一個現在政府的負責人的話 你要對整個美國負責啊 那他這種講法下去的話 事實上我覺得等於說 有一點點恐嚇的以為 恐嚇美國老百姓 就是說意思是說你不支持我的話 美國可能會打內戰嗎 對 那為什麼你覺得美國的民主 已經受到了什麼根本性的怎麼樣 根本性的威脅 那這是你的責任啊 因為你要去聽聽看共和黨 共和黨認為說 你是在威脅美國的民主啊 你認為共和黨是威脅美國的民主 共和黨認為你在威脅美國的民主啊 你為什麼有關那個 1月6號的那個暴動事件 你一直緊追不放呢 那你對美國卸任總統 你看已經追他的私人企業 然後呢派這個FBI到他家把他家也給抄了 對然後呢 國會的這個調查委員會 一批一批的在把相關的官員啊 都抓去做聽證 然後呢不斷的釋放出新的消息 你到底是要把川普放到哪裡去 你是準備把他繩之以法嗎 所以這個內戰有可能是 拜登自己挑起來的 對啊 你如果說你不想要內戰的話 你現在那個做法 正式把美國的怎麼樣 政治兩極化就是你拜登要負責啊 你對1月6號的事情 你裴洛西人家講得很清楚嘛 發生在香港就是民主最美麗的風景 發生在美國就是一群暴動暴民 所以你這個你這標準道在哪裡 對你美國的警察對一位到國會去 示威抗議的一個美國的退伍的女兵 手無寸鐵 他才剛跳到那個門上 裡面的守衛一槍把他擊 對一槍斃命 是 那要不要負責呢 他有他有那麼明顯的危險嗎 他有帶武器嗎 沒有啊 沒有啊他完全徒手 為什麼他剛跳起來的時候 裡面的一槍就把他直接把他打了 他擊斃 最後你發覺他是美國的女兵 他也是一個愛國主義者 你現在那個裡面 現在起訴了那麼多人 你有公開 你有把這些訊息都讓社會知道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美國這個問題啊 不是只有川普的問題 不是只有川普的問題 拜登的問題更大 拜登的表面說的是一套 實際做的是非常非常怎麼樣 讓他的政敵啊 一步一步啊 最後走向什麼 如果說 他獲勝的話 我想他一定一步步走向哪裡 把他的政敵往監獄裡面送啊 就是美國的政治也韓國化嘛 他們第一個可能把他現任 現任總統把他送到監獄 可能就是拜登 可是問題現在 美國你如果要通過彈劾的話 基本上透過哪裡 他透過美國的兩院 兩院國會啊 所以拜登現在自己慌了 他自己在前兩天的這個 這個演講裡面就說 如果說 他們獲勝的話 他們會把我關起來 會把我彈劾 我就死啊 對啊 就這樣子啊 然後呢 他說他也怕他自己會怎麼樣 突然死掉 我不知道他那個突然死掉是什麼 所以年紀大的呢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 我覺得拜登現在目前的心理壓力 再加上他生理上 現在事實上也不堪負荷 所以怪事怪言怪語通通出來了 美國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這麼低素質的領導層 美國這個國家他們對他的總統啊 都還是很有信心的 美國總統的養成是不容易的 是那個一步一步殺出來的 那今天美國到這樣子 一個川普一個拜登啊 各領一個大黨啊 然後硬是把美國這個國家啊 往兩邊去撕裂啊 這是過去美國從來沒有的 如果真的有的話 就跟就跟這個拜登講 在引用的這些名言一樣 在美國內戰爆發前 19世代上是有發生這個現象 所以你真的美國 真的走到一天有一個 暴力的政治事件出動的話 而且不斷的擴大的話 我覺得也不必太意外了 不必太意外了 來 我們就往下看 現在為了要救選舉 我們都說啊 美國最在乎的是經濟啊 美國人最在乎的是 你不把錢拿來救我們 拿去救烏克蘭 不送啊 心裡不爽啊 所以 川普似乎很抓到這一點 共和黨選民的心理 所以他早早就會放話 如果我當選 一毛都不會給烏克蘭 當然是針對2024啦 不會給烏克蘭 但如果拖到那個時候 也不用你給了啦 烏克蘭大概也早就掛了啦 好 看到共和黨這麼說 最近民主黨好像也對烏克蘭 開始若即若離了 是不是也希望透過這種訊息 讓民主黨的支持者 美國選民覺得 原來拜登也是在乎我們的嘛 也沒有一定要幫烏克蘭死磕到底嘛 我們來看 首先是被爆料 說這個蘇利文 跟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長 其實都有偷偷摸摸在密傷啊 兩個人私底下搞七點三 手來腳來 暗渡成倉啊 來 這是華爾街日報說的 他說蘇利文跟普丁的親信 其實私下都有秘密協商 要避免衝突 情勢升溫 而且要維持溝通管道的順暢 甚至華盛頓郵報還說 拜登正在敦促澤倫斯基 要表現出和俄國和談的態度啊 而不是拒絕 美國不是向來都希望死磕到底 戰到底 死到底嗎 怎麼現在釋放出這麼多的訊息 要告訴美國人 沒有喔 其實我們也希望和談喔 我們也希望結束戰爭喔 我們希望把精力放回國內喔 照顧我們的人民喔 是這樣嗎 來 之前別忘了 這個拜登還傳出 撒幣撒到火都上來 這是NBC10月31號的獨家報道 說拜登嗆哲倫斯基說 你媽好咧 哪有那麼多錢 你應該要懂得感恩啊 而不是認為理所當然啊 是不是 來 我們來看看 華爾街日報相關的一個民調 美國是否過度緣汙 3月只有6% 但11月已經有30% 皮尤民調中心 非常擔心俄戶戰爭 5月是55% 現在只剩下38% 不在乎俄國是否勝利 5月16%現在已經高達26% 我根本不在乎贏就贏吧 所以民主黨在這個時候 也釋放出這種 對烏克蘭有點若即若離 好像可割 可氣的這種態度 也是跟選舉有關嗎 還是真的也撐不下去了 亮哥 我是真的撐不下去了 烏克蘭就是每天都在要錢嘛 真的 這個不是武器的問題 是真的沒錢 那沒錢會嚴重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 我昨天就看到 說他那個 這個發電設施被炸 對 拿火車的柴油機出來發電 我看到這樣的照片 火車的柴油機出來 然後他就說 我一定不會斷電 就表示說我可以克難到這個程度 就想盡辦法了 對 那你就知道他多難 多困難 那 這個 不知道會不會回到瓦特的蒸汽機時代 你現在要去蒸汽機 你還找不到 我跟你講他明年搞不好 一些社會的急難的補助啦 可能都發不出來了 很有可能啊 那甚至連政府部分的人開始缺 就政府正常運作的錢都沒了啦 搞不好 最怕的是連人事費都發不出來 對就人事費嘛 薪水都沒有 國民黨以前國共內戰的時候 連軍人的響都拿不到 對啊 是啊 沒有發軍響 我跟你講你如果到那個程度 誰來幫你都沒用 美國最近派了一個中隊去烏克蘭 專門在查什麼 你知道嗎 他不是在幫他作戰 是在確定你的軍火是不是有留著 靠 就直接講留到黑市嘛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個我們不要講現在啦 如果選後 然後到 因為冬天可能不會開戰 可能要 預備到明天春天要不要再開打這樣 如果這個冬天發生了 有人用 這個這些軍火去 歐洲犯下某個事件 你看會怎樣 哇那不得了 對不對 那就完蛋囉 而且裡面搞不好有刺針飛彈 那如果用刺針飛彈打飛機呢 你想想那是多大的事件 當然 那人家就知道你是一個管控極差 貪污腐敗的政權嘛 肯定是自己拿出去賣的 當然是嘛 那我怎麼支持你 所以我覺得拜登大概也秀到這個 共和黨是第一個開槍的啦 川普那個也是 講得很直白耶 川普那個 共和黨那個 Kevin McCarthy他確定會當眾議院議長嗎 對 他就已經公開講了 說每一筆他都要審 烏克蘭跟美國要錢他每一筆都要審 那民主黨也有30個議員 直接跟拜登講說 我們 那個跨越邊境的那些非法移民啊 都沒有錢啊 然後我們的中價階層也在叫窮啊 那你把錢都拿去給烏克蘭 什麼審信給拜登那個對不對 對啊 就30個 對30個 所以我我認為基本上撐不下去啦 所以 現在只是面子 因為在選舉嘛 選舉你只能夠試強嘛 要撐一下 選後我跟你講什麼屁話都講得出來 我真的是這樣選舉就是這麼殘酷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看到的數字 對民主黨真的是非常不利 我在這裡列兩個數字給你聽 福斯新聞 福斯新聞是比較偏共和黨 他認為民主黨最多 212席 二一二那這樣子 就是没过半 没过半 选到最好的状况 才212 只有212 那选到最差的状况是186 186好惨 也就是说共和党最少有223席 对 过半 218就过半 218就过半 那最好是249席 对 所以186他就249 这是众议院 那参议院呢 福斯认为 有四个地方不确定 那目前共和党49比47 那四个地方呢 宾州是其中一个 内华达 然后Jogia 还有阿里兽纳 这四个州 那这四个州普遍的 都是共和党这样追上来 追到平手 那美国人叫Totshub 就是丢硬币决定 就没有办法判定胜负 可是都是共和党这样一路追上来 那就是共和党翻盘的几率很高 翻盘几率高嘛 就是因为他的事在上升 对 对不对 像刚刚那个兵中那个菲特曼 就是被追上 对就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那有另外一家他是做 大数据调查叫 538网站 538 他就直接断 他认为 参议院是共和党赢 51比49 因为是输一席嘛 那众议院是229比206 229比206 总之都是两院都输 两院都输 我跟你讲两院都输 会造成什么结果 过去 大哥过去 有没有 就是很有名的美国总统 他有一些两院都输 然后很惨 欧巴马 欧巴马 我跟你讲啊 所以就有人在说欧巴马呢 他做了两年就输了嘛 对 欧巴马所有的成就 都是前两年做的 嗯嗯 后面六年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哈哈哈哈 老师克评价 你知道我的意思 对 那就是他做的那个欧巴马 欧巴马 欧巴马 健保法案嘛 欧际健保 这是他最大的贡献 对 然后共和党以为 是两年之后就可以把他 Kick out 嗯 所以不是推出罗姆尼吗 你记不记得 对 我跟你讲那次选举也 差距非常小 我跟你讲 因为罗姆尼是有钱人啊 所以他的朋友都是有钱人 那 事实上选 选举开票之业啊 已经有一堆私人飞机 开到他家了 嗯 要庆祝当选 结果开票出来翻盘 靠 所以那个白人都非常生气 都是都是白人啊 都是有钱的白人啊 所以后来那四年就是 斗争到底啦 所以欧巴马 几乎所有的案子都没有过 嗯 我跟你讲 目前这个状况 因为共和党要报仇嘛 我跟你讲 这个报仇有多严重啊 我们刚刚日来讲到拜登下讲 弹劾是不是 嗯 他只顾他自己嘛 对不对 知道哪里只有这件事 我跟你讲啊 共和党会发出了调查 提出来的案子至少会有几种啊 第一个就是他的弹劾案 嗯 那台湾会 用几个案子来堆嘛 就说你这个人根本就是个叉叉叉这样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川普抄家案 你凭什么这样去抄一个总统的家 这个川普的支持者一定提这个案的啦 因为他们都是川普背书的嘛 这叫报仇啦 然后刚刚介大使讲的那个国会暴动的过动 过度过度防卫的案子 嗯 比如说那个女军官被打死那种案子 那这个会联动在这两个案子都是针对川普的 嗯 就是为了川普报仇的 第二个叫你儿子案 哎 拜登的儿子 对 那第三个 就阿富汗撤军 对 哎呀 我跟你讲 就是冲着你来了 就是冲着你来了 我跟你讲 这个要堆一堆 他们说这个俄乌的也会耶 乌克兰军援可能也会 乌克兰军援这是执行的问题 可是阿富汗撤军 你不应该做这么招 是决策 对 是决策 对 那我跟你讲到时候 那个军方啦等等啦 都会约谈的 然后 川普那个超杰案就是约谈FBI 你就看共和党怎么整你啦 我跟你讲啊 一定很凶悍的啦 然后这些 这个调查的过程就已经乌烟瘴气了 就是 美国司法部啦 然后FBI啦 军啦 秦治啦 CIA啦 整的东倒西歪啦 我跟你讲 然后就 整到了一定 一定程度的时候就累积出 然后就提出唐河案 把你搞死 所以我们现在最担心是什么 像川普讲的那些话 你不要以为他是乱讲 他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再活两年 他指的是拜登 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作两年 因为这两年会被 对共和党搞死啊 搞疯啊 搞不好被他贺锦丽接了 那就完了 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嘛 那贺锦丽不接 比如说拜登 那就麦卡锡接咯 拜登会不会跟空气握手的次数 每天都有 那你这样还能当总统吗 那刚好第三个就麦卡锡接咯 不是啦 贺锦丽会先接啦 贺锦丽很健康啊 活跳跳 贺锦丽脑子也不太好 不管啦 人家顺位就是他嘛 对啦 我是说 在这种陆续的打击下 你可以去想一想拜登的处境 他可能会更焦虑 更焦躁 他的认知问题会更严重 对 应该这样说 所以介大使才会担心说 他就拿起关刀对外乱砍嘛 就不管啦 就开始做一些外交军事的大动作 对 因为用这样也是保护自己 对啊 你知道让美国陷入一种国家安全时刻 那就得依赖总统啊 那个 对嘛 那个就是升旗时刻 对 这个就是 起义时刻啊 美国总统没招的时候就升旗了 对 就激发大家的爱国心嘛 对 所以就 我们就是不知道他会这样搞啦 因为 共产党一定会这样搞他的啦 我跟你讲 百分之百 那如果拜登这样对外搞的话 搞不好又是 搞到我们身上来了 那我们没有倒霉 我们是其中之一啦 其中之一 那所以刚刚 就回到兵哥刚刚讲的 还是亮哥 这个大使刚刚讲 亚洲发生大战 也可能是韩国了 对 要嘛就北韩 不然就中国大陆 不然还有谁 不然拜登还要去哪里搞 中东 中东有可能啊 这伊朗搞不好 对 拜登再去搞一搞 确实有可能 所以我才说很值得关注 来我们要看下一张 来 你就就你的其中选举吧 人家去中国大陆拿钱回来 关你什么事呢 人家去中国大陆回来 你也要打电话给人家说 我跟你讨论一下 仿中行程 你是肖子老爸还是肖子老妈 还是肖子爷爷奶奶 你都不是啊 那你到底跟人家在那边 闭闭闭闭 人家在那边 当皇帝 你一个当太监旁边 在那边急个半死 肖子在吃面 你在旁边喊说 好烫好烫好烫 关你什么事呢 奇怪了 讨论仿中行程 还要确认双方对于维护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人权公平贸易措施的承诺 就是要告诉肖子 我美国跟你德国 有谈好基于我美国规则 国际秩序怎么干 人权怎么抹黑中国 公平交易措施怎么制裁中国 你该不会打破吧 没有吧 不就是在问这个吗 可我跟大家说啦 对肖子来说 拜登现在搞什么不重要 我带钱回来了 所以呢 这句话讲的 很有自信 他说 与习近平达成共识 避免恶务战升级到实用核武 但就这一点已经不枉此行 各位有没有 我上礼拜五是不是抓这个点出来 我上礼拜五也是抓习近平 特别回应 关于核武这个点出来 肖子觉得这是他最大的成就 不要假啦 这不是最大的成就啦 最大的成就是你带很多钱回来 扫在那边 来 中国航财集团跟空巴 签了170亿美金 大概5400亿台币 1200多亿人民币的采购协议 132架A380 9架A350 爽翻了 而且各位 这只是空巴 你要知道带去了一大堆企业 没去的那些 都间接跟中国大陆达成很多投资上面的协定 所以我告诉你德国就是赚翻了 不当然 对德国来说 做生意归做生意 肖子他自己有提到 跟中国的来往方式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好像会错意 觉得从此德国变小弟 没有这种事情 只是说在贸易上面 在国家生存上面 在经济发展上面 肖子起码有这个种啦 有这个gots 甩开美国 断开美国枷锁 来跟中国往来 好啦 那看到肖子这么干 心里最不是滋味的 除了拜登 当然还有法国总统 马克宏了 我们来看 肖子跟马克宏 记不记得 在这个两个人的峰会出来以后 凑着一张脸在那边假挥手 有没有 记得吧 当时就有媒体报道说 这个 好像是什么肖子 本来问马克宏说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但肖子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去 可是现在 其实路透社有爆料说 根据德国政府内部的消息 不要gay啦 根本不是肖子自己提议自己打枪 是马克宏想黏着肖子去 可是肖子拒绝了相关提议 至于为什么 其实上礼拜大使跟亮哥都有分析过 那我们往下看 不论如何 不论如何 就算肖子不让我去 我自己还是得去啊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呢 法国的外长跟法国的这个财长 都相对释出了 对中国的善意 以及对美国的敌意 首先是外长说 马克宏印中方邀请将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内访问 中国 那财长就打折水棍上 要访问中国 一定要先罵罵美国 所以立刻都提到 美国的这个降低通膨法案 削减通膨法案 对欧气是重大威胁 欧盟必须坚定反对这项法案 早说 你怎么不早说 你怎么不早说 来各位 现在除了欧盟的这些盟友 对拜登颇有意见之外 我们看到在对抗中国 或是制裁中国上面 似乎也被中国找到了一条又一条的生路 首先我们看到是在 美国全面封杀大陆的晶片 难道大陆晶片就吻死吗 现在有爆出三招超狠的反击 关键就在习近平身上 我们来看 这是熔顶集团大陆与科技研究高级分析师 他叫Jordan 他怎么提到 他说 中国其实有几个方法可以突破 所谓的封锁 第一个 透过制成设备 来快速尽可能的推进技术 第一个 第二 他说 不然就直接对美国企业发动制裁 怕什么 或者是切断稀土的供应 直接破坏半导体的供应链 要使大家一起死吗 再来 对发动制裁的半导体企业 管你在美国 在欧洲 在日本 在韩国 我就攻击你 我也制裁你 那这个分析师认为 不论是哪一个反击 关键人物在习近平身上 因为他曾经提到 半导体 中国大陆 非常重要 要全力发展 所以如果为了贯彻 这个发展的宗旨 他认为 中国不会改变方向 不会觉得说 哎呀我的半导体被打压 那我就去做别的 我不要做半导体了啦 不会 那如果不改变 发展半导体的宗旨 只是那一条路 就是跟 美国 硬干到底 所以他说 肯定会加倍研究 突围的方法 哇 上面这几招 请仔细想一想 会有点细思极恐 因为基本上就是 大家玉石俱焚 你制裁我 我制裁你 你制裁我 我制裁你 你制裁我 我就破坏稀土供应 我要你 供应人也倒 大家什么都不要 大家一起死 你让我这个 没有半导体 没有晶片 没有AI 没有超级电脑 可以 我就让你的军工产业 相关的这个 稀土 金属的这个 产业 我让你也做不下去 大家一起死 兵哥 我是觉得 拜登跟肖茲通话 不是讲的 这么客气的东西 当然 我就说关你什么事 奇怪欸 他应该就是要探寻 肖茲私底下 跟中国大陆 达成的哪一些协议 大概就是这样子 不然他什么 国际秩序 人权公平贸易 肖茲也不是去干 干这件事了 他根本就不是 去做这件事了 奇怪 所以是 什么国际秩序 跟这有什么关系 他美国的态度 超级明显 反正符合美国 规则就是国际秩序 不符合美国 规则管他 什么国际秩序 美国从来没在管 好不好 实际上 美国一直强调自由贸易的原则 美国现在还不破坏殆尽 真的 他现在对中国大陆 哪一个符合自由贸易的原则 根本就不符合 那说得好 所以根本这个就鬼扯 那我就觉得肖茲 讲的也很好笑 说什么跟习近平达成共识 乌俄战争不会升级成核武 你要确认 乌俄战争不会升级成核武 你要去问乌克兰跟俄罗斯吧 你问习近平 这是什么意思 他大概就是说 中国大陆不会用核武帮助俄罗斯 可能是这样吧 中国大陆干嘛 俄罗斯核武比中国大陆来多 对 对习近平有讲说 就是说我们就不要 大家都同意 我们就不会使用核武 那只是表态一个立场 对啊 说反对俄罗斯使用核武 他习近平一定反对了嘛 他这有什么屁用 对啊 他反对不反对又怎样 对 中国本来就反对 他一直都反对啊 世界上我也没听说哪个国家赞成 所以这根本就是屁话到极致 他的重点就是去做生意嘛 讲实在话就是这样 那也确实 收到蛮丰厚的大理 那我相信也不只是空八这个东西 还有其他的很多 好像其他企业多的 对陆陆续续都会有啦 所以 对他来讲 我觉得肖茲已经很可以对德国人交代 我让你赚到钱啊 不然你是怎么 之前他去 他出发之前不是被大家骂翻了 骂翻了 那骂翻了又怎样 我有赚到钱啊 有赚到钱 那你还要讲什么 就没什么好讲的 那至于说肖茲 马克宏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第一个那个消息 说 说什么 他们两个闹得不愉快 然后肖茲本来是要请他 后来大概闹得不愉快 就不请他 我觉得这完全不合逻辑 嗯 真的完全不合逻辑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我认为肖茲从头到尾就没有打算要 嗯 要找马克宏一起去 而且 你说 马克宏认为说 他们一起去中国 是代表 欧盟的团结 这更奇怪 你知道 如果 德国跟法国連媒一起去中国 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 这会给美国非常强烈的讯息 说欧盟现在不要跟你美国站在一起 嗯 嗯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吧 对 我个人认为肖茲 不愿意跟马克宏一起去 有一部分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 哦 考虑到美国的感受 对啊 哦 这有可能 你两个一起去这事情非常大条 就是不要太过分啊 欧盟最强的两个国家同时去 这有可能 这种态度表现得太明显了 嗯 那个对拜登的其中选举是个重疾啊 他们也没必要这样去干 那法国现在的态度 其实法国对美国不爽很久了 从那个澳洲的潜艇事件一路到现在 嗯 那你现在你光是一个天然气这些东西 把法国搞得这么惨 法国会对你客气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你现在那个货币政策 要把法国掐死成这样 那法国 老实讲法国当然要自己谋求自己的深入啊 那现在看起来全世界上 有机会能够让 法国的情况缓解大概就是中国 所以 我觉得他早晚都会去了 应该很快就会去了 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 但是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前置 这是不可能放松的 所以 他提出来说中国大陆反制 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东西 美国对半导体限制的这些战略 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三个战略 其实我个人认为短期内中国都不会用 因为你用它去 中国大陆 其实恐怕好处也不多 到最后他自己的伤也会伤非常重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觉得他在半导体这一块 他是尽量看是不是能虚于尾夷 能够减少一分伤害就减少一分伤害 然后真正的重点是摆在 他要想尽办法加速 他自己半导体产业的成长 其实他过去这十几年一直在做这件事 只是成效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 那现在因为整个被逼急了 他不可能放弃这个产业绝不可能 大家都知道未来高科技就要半导体 那中国大陆明明知道你美国 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卡住我脖子 我怎么可能让自己有这个机会 让你去被卡住脖子 所以你现在美国这样做 只会加速他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到半导体上 他非发展出来不可 对 你逼着他往前走 这是他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因为没有退路了嘛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中国大陆最可能的就是尽量拖延 然后尽量想要用谈判的方式 转还一下让情况不至于那么危急 然后争取时间 急速的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这是中国大陆不会改变的目标 好 谢宾哥 他是澎湖福澎喜来登酒店 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